今天再给你们拆一个新鲜玩意儿 这个东西比较少见 很多人应该都是没见过 甚至没听说过 胶囊胃镜 听这个名字大概就知道干嘛用的了 做胃镜用的 通常做胃镜就是一根管子 类似于这种的一根管子 前面有个摄像头 然后往嘴里边插进去 一直到胃里 过程非常痛苦 这个就是温开水浮下 到胃里边 有磁性 非常强烈的磁性 向左 向右 向前 向后 原地转圈 可以理解吧 所以说通过配套的磁控一 好像就可以控制它 各种运动 而且图像好像也是通过磁控一 才可以调用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有电池在里边 肯定有电池 远程供电我觉得难度较大 图像传输这块目前还不得而知 不知道是通过无线传 还是先存进去 再传出来 它是怎么最后从人体里出来的呢 它最后是排出来 所以我就向这位粉丝提出来我的疑问 结果他给我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再所以我就戴了一双手套 直接拆直接拆 上面没有螺丝 没有任何下手的地方 前面是透明的 后面是不透明的 中间有像摄像机型的摄像机 看起来非常诡异 这玩意儿想文拆估计是没戏 所以说只能五开 出奇的结实啊 它这个封口我以为能打开 结果把上面这个透明的地方撕裂了 它也打不开这个封口 出奇的结实 看一下里边应该是4颗2D灯 加上一个未知像素的影像模块 然后一点点把它包开 哎 ok ok 比我想要弄的要简单 哦 看起来非常精密的样子 里边好像有电池有磁铁 还有无线传输的东西 目前看这个东西一共分了7层 最后面是个天线形状的 然后是一层线路板 线路板这边打开 是两个电池 电池下边又是一层线路板 然后是一个磁铁 再往上是摄像头模组 看一下它这个线路板 非常小 非常精致 而且是非常非常直薄 后面的芯片 软盘线还是在线路板之间 应该是个多层线路板 你看 盘线是通过线路板中间引出来的 它下边就是电池了 这个东西应该是一次性的 用的是尽量美国原产的扭扣电池 两个 下一层 线路板上面还有一层保护盖 这层主板应该就是一些电源上的东西了 也是双层 再往上就是摄像头模组了 非常棒 OK 完整的玻璃出来了 我现在很佩服自己 屁股后面是电线 然后是它的主控 主控 主控和这个板子之间是电池 这个是负责电源管理 这俩之间是磁铁 然后这个上面是小的摄像头 非常小 再往上是LED照明 各个有各个的工作 非常小 非常精致的一个小东西 科技真是越来越发达了 这边一个比较少见的胶囊未尽 最后谢谢提供这个胶囊未尽的粉丝 我也可以把手套摘掉了